猜想物业股价处最新的二手楼价表现反映本港楼价升势持续 距离突破历史高位不足两个百分点,市场气氛在近月来亦好象有再度转趋势而迹象 不者将透过本栏一直跟进的另类指标,与读者探讨本港楼市最新发展形势 上周差在物业股价处公布4月整体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升0.44%至390.8% 连续4个月录得按月帐幅,累计上阳2.87%指数属2019年7月以来最高 与2019年5月历史高位396.9%差距不足2% 紧从楼市指数技术走势角度看,有两点值得留意 其一,自上世纪80年代有纪录以来,每当楼市进入楼市,上升周期 楼价指数往往在34个月移动平均线之上反复上扬 不会明显跌穿此平均线,若然楼价确认跌穿34个月线 则意味楼市进入红市,下跌周期,阶段,去年中,受新冠疫情冲击 楼价指数辰转下滑,为错至34个月线时出现一番增持后 最终在近期再度走强 换言之,本港楼市达17年的长牛走势到目前为止尚未确认完结 这也解释了为何不者去年底指出,楼市牛定红于今年自有定夺 其次,尽管目前二手楼价并没有确认进入红市 为不容忽视的视 近年楼市的声势或上升动力确有转弱的迹象 除楼市指数外 楼市市欢表现亦如此 事实上,自金融海啸后的2009年 本地楼价展开第二波上升周期以来 楼价往往最长在8-13个月内便可以再破顶,然而 自2019年5月 二手楼价预金已连续23个月未有录得新高 属1999年以来最长纪录 必须补充的是,类似情况于1994年至1996年期间亦曾出现 当时楼价长达30个月未能再破顶 随后便展开1997年快且急的最后升浪 目前本港楼市走势 又会否在央行门无限放水大举印钞下 印欲出这轮楼市上升周期的最后升浪呢 若从楼市气氛角度看 近期的变化又是否如前所述 有再度转趋似热迹象呢 从数十万条本地楼市或财经新闻编制而成的 楼市景气指数 指数上升代表楼市气氛转趋乐观甚至亢奋 下跌则反映气氛变得悲观或看淡分析 楼市确实曾经受疫情影响而转淡 不过或许人们逐渐适应与新冠病毒共存 疫情对楼市气氛的影响一次教一次 二手楼家案年变化往往可达两成或以上升幅 目前只有2.422% 若按去年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推算 意味指数将可上市216.3% 较现水平还有约17%以上的潜在升幅 若从楼市市欢角度看 今年初不者指出 当时二手楼市仍然处于胶着状态 因为反映全港128个屋苑二手尺价高于10周平均价比例 中线市欢 自2018年至今年初维持在对称三角形内运行 且上下波幅逐步收窄 反映走势处于增持局面 没有明确方向 不过 踏入今年4月 楼市中线市欢中升月前述的三角形顶线 突破楼市增持状态 若然稍后楼市中线市欢可以超越80%以上水平 跡高于去年5月和今年3月高位 预料届时楼市升势将加快 最后 从楼市创新高静值占比 统计128个屋苑创52周身高与创新低数目差距的 10周移动平均变化 可见 踏入今年3月后独数变开始抽升 近日更稍稍升月2019年的高位 达10.7% 反映虽然楼价指数至今上未破顶 为创新高的屋苑数目却持续增加中 职内部质数不断转强 反映整体楼价指数有进一步向上的机会 总括而言 本港楼市经过预两年高位横行整顾 34个月线一直都力保不失 故预金仍然未能确认楼价长牛受中正寅 反而无论从楼市景气益或中线市欢指标来看 均不难发现近数月来这些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走强 这或多或少反映二手楼价指数将有望破顶 由于楼市已在楼市周期中横行巩固近两年的时间 参考1996年的经验 不排除香港楼市还有一个最后升浪 而背后的座研制当然是央行门无限放水带来的盛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